世界公益 你到台湾 国度使徒中心网络 于10月31日起 一连三天举行天上法庭进阶特会 这是继今年3月 韩若伯牧师第一次来台 传递天上法庭概念 再度来台传讲 如何透过天上法庭解开国家的命定 如果我们将成功对黑暗的力量 那我们若想要得胜 胜过黑暗的权势 那这些黑暗的权势 是在我们的文化之上掌权的 那他们合法的权利 必须要被推翻也被挪走 那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借着我们的认罪回来 那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为我们发生 韩若伯牧师也指出 要代表族群或国家 站在天上法庭承递案件 需要集体的力量 通过建立圣洁的祷告殿 而祷告殿如何运作 必须具备使徒性权柄 需要代导者打开书卷 先知宣告命定 为祖先犯的罪 认罪悔改 献上祭物等十个步骤 这个祷告殿是一个有治理权柄的祷告殿 所以他会告诉你这个祷告殿就是一个 Egglesia 同样他告诉你这个祷告殿 不然是Egglesia 它也是一个使徒中心 它是一个使徒中心 那么当你发现到他讲了这几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有治理权柄的家 祷告的殿 Egglesia 使徒中心 它都是谈到合而为一的 就明白这整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对于神在过去这一年的里面 在台湾教会所做的这些的工作 更清楚有个完整的概念 在台湾面对2020年的关键时刻 特会释放信息 台湾要与神的心意对齐 重置过去台湾被仇敌拦阻 而延迟的时间表 进入神对华人 神对台湾的命定